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大家好 好久没和大家见面了 突然让我振奋起来 想要录一段视频的原因是 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就是知否知否 英史绿肥红受里面的女主角 就是我最喜欢的女演员 赵丽颖 就是剧中的明兰 她突然宣布离婚了 那我们之前还推荐 这部电视剧的时候 说明兰也就是赵丽颖在 这部电视剧拍摄完之后 和男主角冯绍峰 宣布结婚是一个 特别圆满的结局 但是 事情就变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昨天下午两个人 突然就是在工作室 发那个SNS公布 离婚这个消息 就所有的人 不断碰对她 面本 我们到现在都还无法 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二人还有非常非常多的 亲密的那些互动呀 一直在那个SNS上面 都有一些互相发的祝福 包括今年三月份 网友拍到两个人 在那个海南三亚 一起度假的照片 突然传出离婚这个消息呢 所有的网友的一反应就是 这两个人就是突然的结婚 突然的生孩子 然后突然的就离婚了 让人真的是猝不及防 那所有喜欢赵丽颖和冯绍峰的粉丝 还期待着原先两人 答应粉丝们说在纪念会举办婚礼 就感觉童话故事里的公主和王子 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就突然宣布分手了 但两个人的宝宝呢 也是发声明将继续作为父母 一起进行抚养 离婚的原因呢 很多网友都有很多的猜测 但是公司那边给出的答复是 二人因为工作原因 然后经常见不到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感情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选择了离婚 那仔细回讲起来 赵丽颖结完婚生完宝宝 然后拍的那一部有匪 现在感觉可能他里面的情绪啊 确实有一些 可能是受到了婚姻的关系的影响 就是突然结完婚 之后拍的作品 就感觉赵丽颖很强势 那不管怎么样呢 赵丽颖还是我最喜欢的女演员之一 那希望恢复单身的赵丽颖呢 能够更快的给我们 带来更好的作品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